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哥 麻烦你了 没事 哥 这回 你这慧眼的太好 事儿子担着 又给你添麻烦了 别这么说 我知道你不会跟人打交道 要不 你来给我开车吧 我这妥卑 走都走不了 还开车 乱了 有人 都在外边上 山子 大哥 对不住 又给你添麻烦了 你说这是怎么了 山子吧 现在脾气也好多了 懂事儿 怎么还老出事儿啊 大哥 这就是我们的命呢 行了柳哥 你去劝劝他吧 从小到大 黎阳一直看不起这个不爱学习 动不动就拥拳头的弟弟 这么多年过去了 看着这不成熟的弟弟 小日子过得踏踏实实 黎阳心里 悠然而生一种羡慕 甚至是嫉妒 可他 做不到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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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小月 小月 老娘 你多小朋友呢 不多时间了 儿子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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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沈总 你就是太累了 睡吧 杨雅 赶紧到医院来一趟 妈摔了 抠折了 在哪儿 第一院啊 我马上过来 你说我这点事至于是吧 我都打听了 就我现在住这病房那钱 那能顶那个十张床那病房的钱 我这待一分钟我这心都疼 太贵了 妈 钱的事您就甭凑醒了 那你是百万富翁啊 咱烧包啊 你说在这屋里头憋着我 也不能出去溜个味儿 您这腿还溜达呢 不过我这腿舌头有一好处 我儿子能陪着我了 要不然人家是个大忙人 我想逮个他人影都逮不着 他那时间多珍贵啊 是不是 妈 本来这个周末 我想带您去我那儿 郊区 空气好 妈 您这宝贝儿子回来了 那我一会儿就走了啊 你说你这丫头也是 你妈的都成这样 你还挑妈的理啊 妈这不是正好要跟你说话吗 来 去我妈旁边 来 干嘛聊聊 我跟杨杨商量好了啊 我们俩轮流 今天晚上我来 那不成 怎么了 杨杨是经理 工厂一大摊子事呢 光陪着我那儿成啊 再说了你那儿 东海刚出院 她那病比我重 是不是 这以后家里外头的事 都得是你一人照顾 别逞强了 我自己行 你们都上班去 听见没有 你可真懂事 那我可以找您护工行不行 找护工干嘛呀 那孤寡老人才找护工呢 你说 我要找一护工 这传出去 让人一说 我穷得瑟 对不对 那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到底想干嘛呀 我去 我自己什么都行 你上班 来了 哥也来了 姐 哥 你忙去吧 这有我看着就行了 我说不是 那个我没通知你 你怎么来的 妈叫我来的 不是 你说 你们把我捐进 没小屋里头 是吧 也没人跟我说过话 我一想 我就给福打一电话 我主要是问我 孙子的事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个妈 大病房安排好了 咱们现在转过去吧 走吧 小心 小心 徐大夫球院长 球半天要一单天 您看你 这不是一小福的命 妈就是受求能力 转大病房 好 拿拿手 拿手 拿手 来 鞋啊 拿着鞋 往后推的 把我坐地面 慢点 并且慢点 去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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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哎呦 我想了也 bill 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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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忘了跟你说的想法辞职 为什么 去深圳 深圳有一家医院缺少一部人员 他反正一去那就当上了护士长 工资也比这高好几倍 他需要挣这一切 他是在躲我 怎么这么想 人家希望你过得好 真的好 他跟我说 晨晨晨是你同堂同学 你俩有共同语言 而且各男的都是晨晨那么在乎 对你好 所以他让你好好地做 否则的话 怎么着一个人很孤单 你说 多事成男 这一辈子都为别人这么想 干嘛呢 那位 哎哟喂 连我的声都听不出来了 啊 是不是我不给你打电话 你永远都想不起来联系我呀 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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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换了新单位这么长时间了 你都不想着过来看看我 你忙啊 嘿嘿嘿 在工作之余 咱还得享受生活 您说呢 怎么着 晚上有空的话 咱找个地方聚一聚 都谁啊 没谁 来了你就知道了 那行 那等下了班 好吧 我选好地儿我们再联系 行 好吧 就这儿 您好 联系 祖总 您还突然到了 哎呀 你怎么才来啊 我帮您挂一下 啊 这俩就不用多介绍了吧 坐吧 你们有正事要谈 我可以回避 哎 姐不见 爸 您又想多了吧 我们要谈正事 也不愧在饭桌上谈 今天啊 就是叙叙旧 来 来 这么好 咱这一家人啊 也好久没见了 哎 来 正好 走 叔哥吧 走 好 好 好 师父 刚才我们和平和铁君说了 啊 今天跟李董在饭桌上 咱们是 只谈情 不贪神 不贪神 你还行 哈哈哈 人齐了 来 服务员 起热菜 好 来吧 都是老朋友了 就用不着磕头了 来 先找一个 来 来 来 好 哎呀 陆哥好酒凉啊 干了干了干了 第一个要别去干 来 来 哎呀 来 来 先给李总买 先把李总买 哈哈哈 大爷 死了 来 有 怎么了 疼 疼 迈 哪儿疼 迈 疼疼 我这样 有没有 要不要叫大夫 不用 四十八 不疼 山子不是给你租了一张床吗 你怎么不睡啊 太贵了 退了 你说你可真可恶 真回国 明天去租去啊 妈你睡吧 不用操心 你也睡吧 睡吧 好 高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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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你真是我亲哥哥啊那你你你你亲亲弟弟的事你能能你放心 放心,继续远,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包我身上了。 陆哥,谢谢,谢谢。 还说,包他身上。陆哥,亲一个。 借心,喝点,咱们走了。陆哥,我们走了。 陆哥,我们走了。 回家,回家。 回家,回家。 来,吃饭了,一起吃。 好,回家,回家。 哎呀,哎呀,瞧见没有,李总。 总是把这两小子给打了。 那我一个回家。 别别别别,你不能走,你坐坐坐。 咱还有这么多酒没喝呢? 来,睡觉了,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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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别着急,啊,待会儿啊,还有一道硬菜。 嘿嘿嘿嘿,现在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李总是廉洁奉公,遵纪守法。 你到消停了,全他们冲我来了,难道就我这脑门上写了两字,贪官。 嘿嘿嘿嘿嘿,咱们的交情,千万别涉及到任何的利益。 否则,同学同学,同也不同,学也不学。 你啊,还是一点都没变。 我跟你说过什么? 谁至清,则无语。 难道你这辈子就不交往几个酒肉朋友? 一辈子就不求人? 那我也送给你一句话。 人,无欲自得。 我们之所以能坐在这儿迟迟呵呵说几句话, 就是因为咱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 嗯? 你说这话,对不起。 咱们俩的关系,那谁都没法比。 李洁,你是一个能成大事的人。 可是话又说回来,你要一辈子都这样, 那是不是太苦了自己了? 现在都什么社会了? 商品社会了? 你还计划经济那时候的价值衡量这个善恶对错, 那对吗? 是不是? 商品社会得有商品社会的规律。 行了,行了。 你请我来,不会是为了给我上课吧? 你这个人越来越没趣了。 上什么课呀? 好了好了,别喝那么多了。 没事吧,酒多贵啊,不能浪费。 新单位怎么样? 新单位好,比在旧机关上强多了。 求我的人也多了,不管什么事, 只要我那张子一改,就全齐了。 这些个商人啊,都是属苍蝇的。 嗡! 碰面而来,轰都轰不走。 我看你挺享受这种感觉。 我看你挺享受这种感觉的。 哎呀,厉害了,厉害了。 咱们俩没法比,真的。 我这帮水呀,太浑了。 鱼虾俱全。 行了,喝酒。 好,小姐,这边请。 呦,呦呦,来来来来来来。 坐我边上来,挨着我啊,快点。 请坐。 你怎么才来呀? 附上不是堵车吗? 哦,堵车吗? 附上,一抹一样的酒,再开一瓶。 堵车着急了吗? 是啊,那肯定的。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位,大名鼎鼎的黎总,叫黎克,好吧。 你这碗,妹妹,永远。 来,呦呦,你来晚了,得发,发酒啊。 你拿我的酒,敬离,搁一杯。 来。 李总,春孙季,我先干为敬啊。 嘿嘿嘿嘿。 嘿嘿,你不用干。 你干别的,都行。 要说喝酒,你喝,喝不过。 好。 怎么样? 那车开得还行吗? 那车啊,开得一点也不顺,手感似得很。 哦,手感似得很。 那好吃方向盘都沉,是不是? 烫气。 要不然这样吧,改名我给你雇个四季多了。 我看行啊。 不,我叫你做太小了,也住不像司机啊。 但是每天出门的时候,还要叫他,他不方便。 嗯,是有点不太方便。 那,你看我像司机吗? 我看行。 我这个一开车,天天住在你们家里头。 行啊。 最近工作挺忙的。 要不这两天吧,我车空会再吃个饭。 拜拜。 再见。 出去了。 嗯。 跟谁打电话呢? 我家里。 晚上,跟老陆去喝酒吧? 是啊。 都谁啊? 和平,还有朱铁军。 他们不是喝到一半就走了吗? 后来谁去了? 老陆的事,怎么这么感兴趣? 我对你们这个年纪的男人的事情,都很感兴趣。 是一个叫悠悠的男人吗? 年纪应该不大吧? 大学生,二个月啊。 你也不成功,跟踪我吧。 你也不成功,跟踪我吧。 老陆。 我们再说,我们试约你。 你也不成功,跟老陆的! 别有贵。 我就是想听句实话走了 那我告诉你 我不能违轻地说 我有多爱你 离开你我就活不下去了 但是我想跟你把这日子 踏实地过下去 这就是实话 老夫老气的 还玩这些人事 我真的说得很实话 可是我就是那份相亲 两排流水片 这个厂方是我们去年盖的 然后在今年上百年呢 我们淘汰了一批旧机器 引进了十台德国的最新机床 这机器 都是全自动的 人员减少了很多 不像以前 都是人工的 不工得起来又危险 最近玩高尔波吗 我哪有闲工夫玩这个呀 没事 你得玩玩 不能老去打篮球了 高尔夫可是好东西 人都说是绿色鸦片 真是一沾上就不想撒手 你看 空气好 乡车美女拨好 最关键的是 能结交很多的达官贵人 全是上流社会 我这有一张高尔夫年票 好几十万的 送你了 你就别害我了 知道你也不要 本来就没打算给你 玩股东吗 不玩 没事也得玩玩了 你还好这个 那当然了 以前咱不玩 那是因为能力有限 是不是 你就说 咱文革时期 但凡有点钱 那得收多少好东西 每天你到我家 我让你开开眼 看看我那些玩影啊 真是好玩影 我说老同学 每次我来你这 你都是愁眉不展的 你愁什么呀 有这么大一场子 你让它去运转呗 是不是 有什么可愁呢 你这个人啊 这颗幸福指数啊 特高 不像我们农民出身的 是不是 给点阳光就灿烂 你知道我这辈子 最大的理想是什么吗 我就是想在城里头 能拥有一大house 开着一大奔 是不是 没事儿叫一大雪茄 边上再做一大步 这个文字你需要签字 好 请 你知道它几号碑吗 什么 几号碑 什么几号 地 所以说没想到你这么一个穷乡屁乱的地方 还有如此波涛蜘蜘的女孩难得呀 老公 你玩的可够深的 我跟你说你也别不信啊 以前我觉得这些美女 也都跟仙女似的 个个都不识人间烟火 那真是捧在手里头怕话 喊到嘴里头怕烫着 等哪一天你真把他们压得全琢磨透 其实就是一ABCDEFG 得得得别说废话了 找我什么事儿 当然有事儿了 没事儿能找你吗 有个好事儿 想跟你一起合作 有水不小 等有利润的咱们两家对半分 什么咱们两家对半分啊 你和我呀 回头我把这条给你 老陆 我之前跟你说过 咱们之间不要牵扯任何的利益关系 要不然 连谈女人的心情都没有 你不谈利益 人就活在利益当中 你不谈利益 这不是矫情 这不是矫情 这是原则 狗屁原则 都什么时代了 你还谈原则 你要老这么谈下去 你早晚被你这个时代所抛弃 你知道吗 不谈这个 你很少来我这 我请你是农家呢 打着 我可不嫌疑苦思甜了 怎么样 我说这事儿你好好想你 来 妈 擦擦手啊 擦得干干净净的 这一支 来 妈 好了 那我去换点水吧 好的 大妈 您这儿媳妇跟您这关系真好 跟亲娘俩似的 您真有福气 是 你说这话呀 我爱天 可是我这心里啊 老觉得有点对不起 我这小儿媳妇 怎么呢 我有俩儿媳妇 我以前呢 就偏心我这大儿子 不怎么待见 我这小儿子跟小儿媳妇 我嫌那是农村的 吵气 笨 可是你说我养的老子 得了你个小儿子 小儿媳妇的 自来都离开了 就是 难为他了 孝敬老人 清乖 对不起 对不起 算了 算了 对 嗯 水的 换车了 哪来这四驱呢 哎 卖了 太费用了 再说了 你在北京城里面 开什么四轮区 也得去得起来吗 你这说你缺钱得了呗 这什么时候了 还赚扩少爷呢 哎 我让你跟你老公说 那事你说了没有 没说 没法说 别想什么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先没权没事的时候 脾气就又臭又硬 现在有点小权小事了 更不可能迅速舞弊了 嗯 他呀 甭管做多大 这骨子里面就是一吐鳖 那你别求吐鳖 您国际范大老板 您求他干嘛呀 哼 这要不是铁军 把这项目的事弄砸了 我求他 不是我说你们 你说说你们怎么搞的呀 啊 你说那会儿 你们狂的都跟什么似的 这才几年的光景啊 怎么就都罗络成这样的呀 哎 哎 你知道现在什么最能强吗 高科技人 网络 可惜啊 我们现在入行也晚了 也没这方面的资源 难道有机会你还能反思自己 不晚 你才多大呀 哎 行了 别教育我了 啊 我告诉你 我们曾经啊 是这个时代的先行主 就算到了现在 我们也不可能沦为这个时代 进城当中的旁观者 我们现在正在重新洗牌 不出三年 我们一样是老大 这还像程和平说的话 嗯 观山了 那 山子 这 怎么了 这 你怎么在这啊 我妈脚给摔了 我过来给她送点饭 哦 没事了 没事 你就 先 我来做产品 yön Jessie 让开 absence 那孩子爹 谁啊 还能有谁啊 小皮呗 我发现 转了这么大一圈 还是小皮对我好 没事 小皮人没错 那人呢 做生意去吧 过两天就回 来 唉 对我挺好的 这次我们俩在一块以后 为了我能过上点好日子好 为了我们家 东边西跑呢 我挺感动的 善门 你说 咱俩另外一个日子在一块呢 每准天天都得吵架 过两天就得翻了 所以才做哥们儿 哥们儿能当一辈子 没错 唉 得空叫上小皮 上我们家来 跟我喝两粮 你不怕你媳妇恨我呀 我打碎了 还能恨一辈子 二十八号 关键再好 唉 这儿呢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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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不好意思 男士直播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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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人还没那么见 我都能想得到你老公一会儿跟我什么嘴脸 這事儿黎杨也帮不了你 姐 这你还真说错了 你們家黎杨还真能帮 唉 我都打听过了 我们这事儿的负责人姓蒋 他跟黎杨呢 是党校进修时候的同学 这黎杨呢 还帮助他们家亲戚找过工作 这俩人有利益往来 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唉 你除了关心他跟哪个女人往来 你还关心他什么呀 回来了 李总回来了 你怎么就嫌不过来说话 后边有点事儿想找你帮忙 什么事儿 他的公司涉嫌违规操作 已经被查封了 唉姐 还要我自己说吧 我们公司涉嫌违规操作 那批货被查封了 让我公司的账号也给凍结了 现在连公司的洋梦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我能帮你什么呢 现在就你能帮我了 我没到你了 他只是麦�藿 oui 医癌 回省 回省 我会帮和您的 因为我父亲了 因为他是你弟弟 十年前他帮过我 也许他忘了 可我没忘 我收获会还他的 十年前的事情 记得真清楚 你是不是还记得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了 现在特得已吧 何平还年轻 有的是机会可以分开 我对他都没有觉得 你又何必这个心态呢 他要听你这么说的话 一定不会相信 其实我也不信 老蒋跟有关部门沟通了一下 就不追究刑事责任 但得交一笔罚款 我知道 这事情能解决成这样 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多少钱我们去筹去 我已经替你付了 什么 你这是何必呢 这又不是一个小数目 你现在有这么多钱吗 以后会有的 你放心 我以后会 连本代息一块儿 把这些钱都还给你 高兴 不用了 这是我欠你 和欠你们家的 姐夫 我以前确实多连同年 我这些年 也确实是在做备份 不过有句话说得好 这生意场上 没有永远的朋友跟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以后 也不知道天上 哪块儿原材 就会下雨呢 以后 也有我能帮上你的时候 你说怎么结婚 你总算叫我姐夫了 看来我们能成为朋友的 这对于男人来说 敌人比朋友更重要 说得好 你是我人生第一个交响的人 我相信你的能力 相信你可以起死回生 这边请 谢谢 我是老陆 这地儿可真够隐蔽的 找我来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 就是 你要有空的话 还是多劝劝你们家李洋 什么事啊 别太认真 太着了我发现 说这件事吧 完全是合理合法的 我们不做 别人总是要做的 对不对 我的意思啊 就是我们要比别人 多走这么半步 事情的成败 往往就差这半步 你觉得我说话他会听吗 他不听你的听谁的 还能听我的 你说话总比我管用吗 我现在觉着 他跟你说话 比跟我说的话 多多了 不至于吧 你们俩现在毕竟还是两口子 没听说过那句话吗 两个人在一起 有的时候比一个人更寂寞 我说的不光是我 也包括他 就像那首歌唱的 一个人怕孤独 两个人怕孤独 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陆总来了 今天包场 这请的哪位姐姐呀又是 小杜啊 我发现你真是越来越笨了 会不会聊天啊 陆太太呀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您多包啊 看来陆总 经常带女孩来这种地儿啊 还老帮你厂子是吗 老陆 这可又是你农民本色啊 我这 小杜啊 没什么事 去给我们准备菜吧 好 这就来 喂老同学啊 我知道你是出身高贵的家庭 说话直来直去的惯了 和我们不一样 我们都是出身农民 但我们农民呢 脸皮都薄 有好些话 还是不愿意听爹 看来我这是扫您性了 让您没面子了是吧 说这话严重了 你要这么做 那个就真扫性了 我一直认为 我一直认为 这些年 我们家力量变化很大 但是我现在发现我错了 因为跟你比起来 她根本就没有变过 她就是这样的人 可惜你不是 你变了 而且变得很彻底 什么 我变了吗 我说珍珍 咱们毕业 有十年了吧 咱们同学里头我发现 变化最小的 就是你 知道吗 从前我觉得你下海经商 是为了赶时矛 想走在时代的前端 可是后来我才发现 你们所谓的经商做生意 靠的还是家族过去的辉煌 有意思吗 你的骨子里头 还是那个高杆公主 成珍珍 你和你的家人 包括你那个宝贝弟弟 依然生活在过去的荣耀当中 自我清高 你们难道就没有发现 现在的时代已经变了吗 啊 珍珍 作为你的老朋友老同学 我觉得我有必要 提醒你一句 假如你要变的话 才有可能跟得上这个时代 你要是一成不变的话 那只能是落伍 被淘汰了 你的意思 是这个时代 应该是你这样人的天下了 那真对不起 我宁可一成不变 因为这样 我们至少 可以保留一份做人的骄傲 要别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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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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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